早前國民初戀姚卓飛被爆出欠債200元 事後經理人就解釋說 只是朋友之間玩一下 大家不用這麼認真 不過日前有讀者就向我們爆料說 原來這位債主的真身是姚卓飛的男朋友 據悉姚卓飛的男朋友叫Marcus Korg 他們是透過朋友介紹而認識 並且已經拍拖一段時間了 身邊不少朋友都知道 由讀者提供的照片中可以見到 不少姚卓飛的自拍都出現了Marcus的蹤影 其中一張姚卓飛身穿白色年身裙 和藍色冷衣和Marcus的合照 和姚卓飛今年3月去迪士尼的打扮是一樣的 而在讀者提供的短片中可以見到 姚卓飛自拍的時候Marcus緊貼在後面 感覺又溫馨又sweet 有志Marcus的社交平台 曾經都上載過不少和姚卓飛的合照 不過去年曾經被人在Telegram群組分享 所以Marcus現在的社交平台已經近乎清空 不過他和姚卓飛仍然有互相追蹤